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配菜 配料 配料其实鸽的汤呢 大同小异 最流行的就是西红柿鸽的汤 那我为什么放一个黄瓜呢 今天肯定是不用 但是我不想拍两遍鸽的汤 没有西红柿的时候呢 用黄瓜也可以 因为黄瓜独特的清香呢 可以带来意外的清洗 惊喜 然后西红柿啊 六星级西红柿 西红柿它的味道和黄瓜的各成体系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反而是不般配的 所以说你用西红柿的时候 就不要用黄瓜 用黄瓜的时候不要用西红柿 那今天我选你了 菜叶 随手得来的绿菜叶都可以 白菜叶 菠菜叶 油菜叶 生菜叶 只要是绿色就可以 一个是增加绿菜叶的营养 第二呢 颜色看起来会好看 鸡蛋是必须要有的 鸡蛋一个呢 是香 蛋香味 第二个营养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 尤其是青少年 那每天的鸡蛋营养必须要够 这样营养全靠鸡蛋了 这是我自己独特的这个 家的一些海里面的这个小东西 这是嘎啦肉 会有非常它的口感 和面嘎的是不一样的 面嘎的是滑的 它是梗的 会增加这个口感丰富性 口感的丰富性 当然了 煮鱼面粉 面粉你手边得起什么都可以用 不一定用强力粉 任何面粉都可以 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 鸡蛋打成蛋液 放在旁边备用 西红柿呢很多人愿意把它烫一下 把皮拿掉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原则是简单快捷嘛 这个平时给孩子做饭的比较干呢 就是简单不用 我这是不需要把它烫了 直接拿刀切成这个滚刀块就行了 把这个根部去掉 葱段呢切成葱花 一会儿爆香锅用的 好 菜叶随手抓一下就行 抓成这个大小适中的这个零散的叶子 最后那个起锅之前放进去点缀一下 OK 配料准备完毕 把锅先烧热 然后呢 浇上油 不用太多了 浇一点就行 这是炒这个汤底的 然后我们把葱花放进去炸香 香味出来的时候呢 把西红柿放进去一起翻炒 炒到这个西红柿啊 稍稍变软变面的时候 就可以加进这个大量的白水 好 然后扣上盖 开大火 等它开 适量不要太多 你们就想着这个嘎的汤啊 面和水的比例 一定水要多一点 就是汤 要不就成酱糊了 小疙瘩呢 一定这个水啊 要特别的小 像滴水穿舌的感觉 然后用筷子快速搅动 快速往一个方向搅动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如果水大了 这个疙瘩就太大 这样煮的时候呢 不容易 心容易生 不容易熟透 快速搅动 非常重啊 涓涓细流 滴水穿舌的感觉 然后搁的呢 搅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 大小适中 就可以最好是在锅开的时候 它刚搅好 因为你要提前搅完之后啊 放一会儿之后 这搁的就粘到一块了 大点的搁的一会儿下到锅里之后 可以用筷子把它打开 大家看现在这个汤锅已经开了 我们就可以把疙瘩慢慢的下进去 一点点的抖进去 然后用筷子呢 把汤里的疙瘩搅开 千万别让它们粘在一起 在这个汤啊 翻滚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这个盐 还有我的最爱 味霸 多加一点 为了避免这个鸽的糊底啊 我们要时不时的去把它用筷子或者是勺子把它搅一下啊 然后遇到这个大鸽的呢 我们可以拿这个筷子或者勺子把它加碎 那小一点啊 差不多快好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碱子肉背方掉啊 可以要一种隔了的肉 放进去 提鲜味 然后把绿菜叶呢 也可以同时下进去 绿菜叶时间不用太长 因为这个鸽叶汤关火之后 就算装到盘子里装到碗里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个余温 可以让这个菜叶啊彻底熟透 还有一个打的提前量 看这个菜叶啊 在汤里慢慢变软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关小火 让这个冒的泡泡越小越好 因为打蛋叶的时候泡不太大 这个蛋叶就容易碎了 不成形 我们慢慢的 用一边用筷子轻轻搅 搅匀 一边把这个蛋叶倒在锅里 先不用管它 先让它在这个汤里慢慢定型 先不要去搅的 一搅就碎了 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蛋叶 慢慢的形成这种絮状 蛋叶定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关火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呢 可以淋一点香油 香油放早了之后容易蒸发掉 然后味道就没那么香了 起锅的时候放就行了 好 现在我们拿一个超大号的碗 给这小子给盛 看看 看看 一勺下去有绿有红有黄 多么漂亮 鲜香暖味的嘎嘎汤 营养又丰富 尔子 诶 吃饭了 好